都要開了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 那因為今天也感謝Bannon 他有幫忙把那個土地地號的資料轉出來 所以 早上有跟大家提到我們有找了100個基地 1500個大大小小的基地 那現在又多了470個官方已經認可 就是他平常就正在放在他的網頁上面 等待大家認養的土地 所以你在告訴我 我待會有一個Demo說這470個地 現在也可以看得到在哪裡 那本來呢 這些地基本上都是像這樣的土地清澈 所以其實他根本就不是地理資料 他都是某一個描述 可能他有描述他的縣市 然後他有所謂的地號 或者一些相關的資訊 但實際上大概 我們都沒有辦法透過這樣的 地號的一個描述 來知道他到底在什麼樣的地區 那透過 這個像之前Renny也開發一個叫D號 GeoJSON API之後 我們可以把剛才這樣中文跟數字的一個D號串 變成是Brandon今天就有協助 剛才這樣的資料的清澈會變成一個圖塊 那在這個圖塊裡面也可以把 當初主管機關他留下來一些訊息 保存在這個圖塊的屬性上面 所以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是一個在淡水的一個淡海段 那他是一個 其實是公園的部分用力 他願意提供出來讓大家在做任養 好 那實際上我們其實就可以 已經放在在Google買賣上面 那透過當然 因為Google底圖可以看到一些額外的訊息 那實際上這一塊地好像滿空的 也就是說他其實植栽也不多 那他本身就已經是公園的用地 那就我們種樹的角度來說 或增加植栽的角度來說 他其實就是一個滿適合的 也就是說我在這一塊公園上協助公布人去做種植的話 清北市的市民一般的民眾都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有更綠化的空間 那我想他對於海岸旁邊的一些擋風也好 或者一些周音的效果也會有一些具體的提供 好 那我很快再把這整個Google買賣上面 其他的資料先讓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剛才提到 21個縣市有100個大的基地 大致上就是我們透過之前的衛星資料指認出來之後 我們再進一步去挑選 那個所謂比較大一點 表示一來是說他的面積可能比較大 另外是說他可能有一些意涵 像現在看到這個是一個新竹縣紅毛港池腹地 他表示說他這個也是一樣 從衛星看你會看不太到大樹在哪邊 在華祖這邊你會看到好像他旁邊反而比較茂密一點 但是在中央的空間比較空 那同時間他有水源 所以水跟種植又可以有一個比較充分的結合 現在看起來他大概是比較沒有互動 水是水池 然後陸地上的面積就比較用除草的方式去處理 好 那除了這些潛力用地之外 我們的地圖上面也有其他的圖層是在於 有一個圖層叫公私協力種植的案例 那這案例就是把 我們可能是透過新聞 或是透過一些官方的訊息 我們會知道說某一個地方 他曾經有一個團體跟這個工部門合作 然後或許有推動一些像現在畫面上看到 是一個叫做食物森林的基地 或許他不一定很茂盛 但是他表示說已經有民間團體跟官方的單位 正在合作去經營這一塊 所以包含每個縣市我們如果看到新聞 包含企業 包含這個社區大學也好 或是NGO組織 那我們都盡量如果能辨識出來在哪邊 然後我們都不要在地圖上 那有一些已經綠化 充分綠化的案例 我們也放在地圖上面 那我們就很快看一下 停車場這種空間 例如說宜蘭縣有一個傳譯中心 我們這時候zoom一進去看 哇這個 其實其實是他們的停車場 也就是他的停車場甚至還比 某些縣市的公園還要綠 充分綠化 一來是讓民間進場做一些充分綠化 另外就是說 在自己機關的用力上 即使可以投入一些心力 提高他的綠負率 那我們期待就是今天有 除了指標記憶之外 還有帶任養土地上線之後 我們就比較 在這個一戰式平台的資料的整備上 開始會比較充分 那我們就應該會繼續往這個總統被提案的籌備方法來開始 再做一些進度 那也邀請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到slack channel 就是我們的slack channel是tre3 四個英文次 可以再跟我們互動 謝謝